台北市长讲完怎么公然飙车 原来是在体验电子业者研发的飙速赛车游戏 搭配VR体感装置只见市长玩得很开心 最终获得第三名成绩 台北市教育局为了提升技术型高中与产业合作机制 在大安高宫办理台北市科技创新技术教学中心 接牌及MOU签约仪式 邀请市长蒋万安一同见证 三家产业界知名厂商共同签署 产观学合作备忘录 那我回想我进大安高宫的时候 念了很多证控款 念一年的电视 然后之后做了一年实在是念台科大 当兵再到产业界 就发现我叫产业界其实真空管就没有了 电视马上就被改朝换代了 以前是应急射线管 就变成平板电视 以前我们电视大家都要装天线 现在几乎没有人在装天线 所以这种科技的创新它是越来越快 所以我非常的高兴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科技创新的教学中心的成立 因为我们在学校写了 有时候跟不上产业的那种快速的变迁 尤其现在这种AI时代 这种我们6G还在写新东西呢 所以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当高工 这样的一个科技创新的教学中心我觉得 对学生在课堂教的之外 我们可以把一些产业目前的快速变迁的那些技术 可以跟学校知道 那我也跟学校老师分享 就是说现在电动车 你现在当高工的汽车修课很有名 学生现在写了汽车修课 毕业之后进入产业 就发现怎么都是电动车 所以你一定要让学生知道产业的变化 所以我有跟学校跟几位学长 我们大概有建议几个方向 第一个我想就是电动车 因为我刚从日本回来 他们已经脱胎在做亲人车了 让学生知道未来的车子是怎么样 我想AI大家现在耳熟能晓 因为被写的写你不写都不行啦 因为AI我发觉最近越来越厉害 两年一起厉害跟家医夫他一样啦 让学生尽快了解什么是AI 那另外历年的产业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现在全世界在推减烫ESG 那事实上历年的产业也有很多风电啊 太阳能啊 粗能啊 都跟这种我们辞教有很多相关体系的科技是可以结合的 那另外我要提一个无人机啊 无人机我觉得蛮适合台湾来发展的 我最近我们公司也跟乌尼科技大协 他有汇集器啊 那我有引荐说 乌尼科大跟泰克大 跟那个大人高通喔 是不是这种这种相结合 因为无人机我觉得他这个也是相当大有科技啊 有很多技术在里面 那另外我们今天有一个鞋长 我想新疆电子他们在游戏产业 非常的有名啊 游戏产业上要结合多媒体 美术 3D 现在AI也进来了 所以他也是一个非常就是那个技术 就是要软体脑筋的一个科技啊 所以我想这几个产业可以给学校 在我们科技上一个方向 今天是我们台北市第11间技术教学中心的成立 也就是科技创新技术教学中心 这是我们台北市第11间的 但却是全国第一间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 为主题的技术教学中心 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 我也有机会到前面几间 技术教学中心的接牌仪式 参与整个过程 我其实非常感动 包括我记得去内部高工 对 他是智慧设施跟维修 我也实际去操作 看学生 学生来指导我 我才感受到 这其实非常的专业 另外前一阵子 也才去士林高商 到这个商务金融技术教学中心 也是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 跟现在的趋势 那当然今天很高兴 我们科技创新 其实是把资讯 AI 结合到我们教学当中 当然更重要 刚刚吴东南谈到 其实我们现在在学校里面学的 当然很重要 是相关的基础 知识 基础科学 但更重要 我们一定要了解 现在整个趋势 因为变化的太快 就像可能气球课同学 在学习 但现在可能 也许毕业生进入职场以后 这个车子 现在可能电动车 无人车 可能未来 这都不是在路上走的 都有可能 所以非常的变化 非常快速 那怎么样让孩子 未来能够学以致用 能够有机会把所学 真的很快的 能够接轨到进入职场 能发挥所长 我想这个就要靠 我们现在技术教育体系 我们先一一 陆陆续续成立的 技术教学中心 能够把最新 最快的技术跟趋势 让孩子 让学生 即刻的掌握 让他们了解到 整个科技变化的脉动 他们才能知道 也许在学校课堂以外 我该去涉猎什么样的知识 那当然 我想 今天三位杰出校友 的大力支持 跟回馈母校 我们非常的感动 取知社会 用知社会 我想 今天是这第十一间 但却是我们第一间 有校友 愿意大力的赞助跟支持 让这一间 技术教育中心 能够顺利的启用 昨天我在 台北市教育政策 白笔书发布的 记者会现场 我也谈到 前一阵子 我看到一个新闻 也就是 特斯拉 Tesla 就是做电动车 很知名的厂商 他的创办人 马斯克 他也是大炮行 很爱讲 那就有人问他 说 台湾其实有非常多 科技人才 硬体 软体 包括技术人才 各个领域都有 那为什么台湾没有办法 做出像特斯拉的电动车 马斯克他也很直接 他也说 的确台湾我们有 有非常多 各个领域专业的人才 但台湾 缺少 整合的人才 他讲的也很直白 却也一争渐选 但对我来讲 我却并不服气 所以身为台北市的大家长 我就有责任跟使命 要来培养 这些在国际上面 可以竞争的人才 所以也为什么 我们在接下来 推动各项教育政策 我们很强调 是要有一技之长 要有技能 科技创新技术教学中心 培育产学合作人才 落实技职教育 务实职用精神 藉由策略联盟 整合产学资源 让技职教育 更缜密结合学生兴趣 增进资源运用 促进学生学习和就业 记者问君台北报导 合作签约仪式 由台铁局主秘陈玉谋 与Carto公司社长加藤浩 一同签署 Carto公司除了带来 先前制作开发的 恩规火车精密模型 于现场展示 也以影片展现 恩规火车精密模型的 动态运行 此次合作 双方将致力共同推动 铁道模型周边的发展 也期盼能推出 令人惊艳的台铁恩规 火车精密模型 为铁道模型爱好者们 带来更多惊喜 我们这一次 特别选中跟Carto合作 是因为它在 我们铁道模型界 它是占有非常大的 一个分量 因为它的公益水准 还有它在世界的通路 它都有占有一定的 这个市场的地位 所以我们特别跟Carto合作 我们这一次选的是三千型 我们也是希望说 EMU三千型 这一个车型 在这一次跟Carto合作的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可以开始 把这个三千型 推广到全世界去 达到我们这个商品的开发的 另外的一个更高的一个效益 那除了这个三千型之外呢 我们将来其他的新的这些车种 也会陆续来跟Carto来进行合作 EMU三千型 这个车型 它上面的四条 有红色 还有其他的这种颜色 绿色等等的这种其他的颜色 那这一次也是这三款 我们会先进行来 来合作 来开发 这所谓EMU三千型的这个模型 因为铁道模型的这种商品 是一种就是 比较高端的一个商品 那它的这个主要的它的效益 其实它很大的功能是在疗愈 它是一种疗愈的一种商品 不仅仅是一种这个模型的人 所以这一次我们透过这一种 跟Carto的这个合作 我相信我们在铁道迷的这个市场 不再仅限于现在我们既有的 这一般比较平面化的这个商品 在更高端的这个市场上 我相信也能够开拓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市场 签约仪式现场台铁局 还邀请彰化县竹堂国中 及永靖高宫 带来由学校师生 制作的铁道模型展示 模型曾参与Carto公司 主办的全日本高校铁道模型大赛 每一件都获得日本模型大赏的肯定 台铁局也希望未来能吸引更多铁道迷 以及火车模型爱好者 一同分享铁道模型的趣味 EMU3000的话基本上有四种颜色 再加上彩色的 是综合色 那目前我们就是说 全部的颜色是有准备要生产 但是日期还比较困难回答 然后再加上有可能会再做 特别的入门套组之类的产品 因为价格的话 其实现在要说出来是 比较有点困难 只是说社长可以说 至少在日本国内提供的 N轨火车同等价格 不会因为说国外的就比较贵 Carto公司首颇预计于 113年12月推出 EMU3000红线基本组 增结组 EMU3000绿线基本组 及增结组等四项商品 后续也将推出 EMU3000其他色款 和入门套组织 火车精密模型组 为模型爱好者们 带来更多美好的 铁道模型体验 记者领袭会 戴北报导 容忍大典 秋竹法王 戴上传承至高象征 见即解脱 莲花生 大事法帽 信重摇旗欢呼 现场气氛热闹沸腾 秋竹法王容任 掌教领袖大典 在台北原山大饭店举行 海内外各界代表 出席同贺 几报典礼现场 秋竹法王表示 担任掌教法王 不是要在法座上 给大家膜拜的 而是希望多接触基层的人 扮演起 尼玛巴总公谱角色 为基层做事 今天非常感谢中国佛教会 历史上惊讶到法师 利林 还有各位 各生 长老 利林 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是在台湾 第一个 闲密融合 那我们就是 何丹如来 的假业 所以我们大家 要共同地 做出我的 同心 然后加上来 我今天当任 尼玛巴 转教法王以后 我从基层开始 做起尼玛巴的总公谱 然后就要照顾这些人 等于是一个 转教法王是一个假民 等多于 最重要是一个 总公谱 服务大家的 我在台湾的姻缘 是不可思议的 也没有办法 能够表达 我也自己也真的 不知道这个姻缘是什么 往前就是这个 汉寸佛教 跟我非常有姻缘 所以我在这里 留了六十三十六年 然后呢 我也学习了很多 汉寸佛教的精神 各界拜进了很多大德 然后就是慢慢 喜欢上这个 汉寸佛教 然后就我 本人是个 一藏寸佛教的 所以我 未来 要共同地 努力地 要弘扬全世界 那个我们 释迦牟尼佛的 一家族的传承 台湾佛教界领袖 包括中国佛教会理事长 敬耀大和尚 以及大甲正兰 工董事长 严清彪等 都到场致贺 慎狂空前 会场分布 原山大饭店三处 超过两千人参与 慎狂空前 当天还捐助 台湾盲人重建院 幸福基金会 等五个社福团体 体现佛教慈悲众生的精神 我觉得国内动荡 都是人家不知道 爱众生 不知道爱别人 所以就是有这么多的动荡 那为了我们这个 释迦牟尼佛的精神传导 要大爱 要博爱 去每个人都要关怀 每个人都关怀的话 他们拼合他们的情绪 所以慢慢的会 这些的问题都解决 我是非常有信心 那么我们身为佛陀的弟子 我们就有共同的责任 要为天地的祥和来努力 那怎么努力呢 一定要从人心的改变 对不对 所谓什么样的心 照什么样的劲 他的心观念能够改变 世间的灾难 才能够真正的转变 所以这也就是 我们身为佛子 当行佛事 我们该努力的地方 为促进汉藏佛教交流 增进佛教团结 并祈求国运昌龙 风调雨顺 在典礼圆满后 同时举办 供养千僧素灾盛会 前程礼请珠山长老 法师慈悲应供 同瞻利乐 记者李希会台北报道 警方进行攻坚 一举查获这一处 位于高雄的枪支改造场所 并起出多把 非四式枪支及子弹 等 刑事局正六大队 说明这般经过 现任陈信太阳联盟尊阳会 高评会长 因案通缉期间 常立于高雄地区 并于从事 非法改造枪械之行为 与专案期限 在高雄地区 埋伏逮获 陈信败协 查扣 非知识枪支 四支 只带109颗 模拟枪一支 及改造工具 一批等证物 另外警方也针对运动赛事 六合彩等大型赌博网站 进行追查 包括日前在台北大巨蛋 举行的棒球 亚锦赛开幕战 及冠军战 也成为赌客下注标的 总共逮捕了61名组头 下注赌支 金额达14亿元 警方也于宜然献破 或以田信嫌犯为首的 暴力犯罪集团 逮捕祖嫌等8人 并以违反 枪炮弹药刀窃管制条例 组织犯罪防制条例 新发恐吓伤害回损等罪 移送地检署证办 田信犯贤 自是他具有帮派的一个身份 那经常纠纵之士 吸收小地 那长期在地方 在宜然地区 涉及多起的一个 持家恐吓 压人 砸车 等不法暴行 那宜然成为地方的一个 治安的一个隐患 那本案在收证其背后 也在本月初我们对这个集团 实行同步的一个查记行动 打炸方面刑事局也破获多起 假股票投资争扎财案 并循现追查到幕后多个洗钱水房 警方特别说明 诈骗集团的手法提醒民众注意 像是脸书或者是IG 等等的这个社群网路 来投放假投资的广告 并且保证获利 不赚不赔 那等到被害人 点击之后观看之后 那就会将被害人 加入到LINE的好友 还有群组里面 来分享标普的内容 那慢慢的等到被害人 有所心动之后 那就会用骗这个被害人 来连结下载假投资的APP 或者是交易平台 那接下来就会指示 被害人将所要投资的款项 以这个面交的方式 就是交给前来去款的车手 这是警政署在全国同步实施的 数枪扫黑打炸与弃毒 是合议专案 希望全力查会及扫盪选举赌盘 同时打击黑帮暴力与诈骗集团 有效维护选举资安 这次的成果 从上面的数据来看 是相当的丰硕 那我们无非就是要让我们选举 能平安平顺平稳来进行 那接下来 我想会危害国人最重要的是犯罪 就是诈骑案件 那诈骑案件 今天在行政的自然汇报里面 也专案来讨论诈骑案件的相关的一个 执行的一个成效 以及执行的一个策进 那我们警政署也要求各县市警察局 从险前这个礼拜开始 到险后对诈骗集团要全力动员来 接下来扫杖 这项从12月6号到12月15号的查击专案 总计查获枪械68支 改枪场所删除 自评专案69件 包含竹联邦等帮派分子 436人 诈骑264件 并查扣账款 9102万元 赌博案696件 赌支3526万元 其中选举赌盘有188件 232人涉及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导 一名72岁女士 因为膝关节退化 疼痛半年 爬楼梯溅走都无力 后续经由高浓度 血小板血浆及小针刀的 中西医整合治疗 状况好转 甚至都可以赶公车 是痛 痛的是走路的 走不动 要爬楼梯爬不动 就要拿那个拐杖 那个衣扇那个拐杖这样走 这样爬 开始就是去建筑 建筑走得太久 后来就到西岩那边 找我手刮 那个膝盖贴化 我就没有 以前说要做那个 换换那个鱼 不过就说怕怕 后来介绍去看蔡医师那边 蔡医师就建议说 来做POP还有那个小灯刀 做了两三次就好了 现在走路都 爬楼梯就很好跑 走路就很快了 都不会 下次看到 坐公车了 赶快 十几秒都不敢 不敢跑过去 现在十几秒 赶快跑过去 可以快步都走这样子 中医师公会强调 某些疾病如筋膜炎 五十肩脊椎病 膝关节炎等 西医治疗最后可能手术 风险高且有严重的并发症 若能加上中医介入疗法 如小针刀和浮针 可以提供意想不到的效果 中西整合治疗可以相辅相成 标本监制 116年 我们台湾将近有290万的疼痛病犯 那这个市场是非常的大 而且这些疼痛的症状呢 除了现今的医疗体系以外 其实中医在这个方面的治疗是 发挥的非常非常好 非常棒的一个技术 而且在我们使用针刀 以及浮针 对肌筋某方面结合的来治疗 我可以讲一句话 比吃止痛药有效 而且呢 在这个治疗当中 针对性 我们常讲 我们在台湾的病犯 针对性在疼痛最常见的是什么 第一个 颈椎 颈胸椎以及肩膀 我们一般常见到的是什么 五十肩 沾脸 手挤不起来 那女生很可怜 你要梳头发 那个手都拿不起来 那在我们几个专家里面 这个就是什么 小和科 我们讲的就是小case 那最大呢 进入到什么阶段 椎间盘突出 腰椎受损 我们知道台湾是一个勤奋的民族啊 大家非常的努力工作 而且上班族做的时间长 这个腰部的疾病也特别的多 那这些椎间盘 早期我们怎么办 一定是到医院里面去 除了开刀 没有第二条路 但是呢 我们今天呢 我们 召开这个记者会的目的就是说 我们在针刀的领域 配合浮针的治疗 我想 这些 为国家省 省下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健保的 医疗金会 也就是 省掉我们很多的一个支援 所以今天呢 工会 就特地的 来召开 这个记者会 也来举办的一个 所谓 针刀以伏针的一个课程 希望 能照顾更广众的民众 也让我们的医疗体系 让所有的社会大众 能够看见中医 让中医发挥最好的 照顾民众健康的守护 针刀医学会理事长 黄敬轩介绍 小针刀疗法于1976年 中国南京朱翰章教授所发明 至今已经45年 小针刀是将中国传统医学的 针灸针 和现代医学的手术刀 结合为一体的新医疗工具 那简单来讲 我们现在中医界一般认为 针灸分为现代的针灸学派 跟维针学派 还有传统的针灸学派 这个是在这本书 在《严谷验经》 《中国针灸思想史》 张树健写在里面 从传统的这个好针 细细的好针 改变成这个刀 一般患者听到说 你有刀 那个又没有打麻醉 你中医这样OK吗 事实上这个刀 是取它的形态 那事实上它还是 以针的方式进入人的身体 在做治疗的 那它治疗的理念 从传统的这个 刺激穴位的这个 针灸的治疗方式 它已经改变成 切割跟松结 损伤的软组织 所以它已经不再只是 我按压一下穴位 然后我刺激一下 你哪个部分 没有它也会在 这个局部做松结 除了原来传统的 针灸效果以外 它还会在局部做一些 物理性的松结 针刀的操作 标准化 比如说我们做超音波来导引 然后做研究 可以让这个深度切割到哪里 切割及mini 这个会让这个针刀的使用更加的规范化 所以它针刀在使用的时候 它事实上可以把它当作针刺 我刺下去的时候 它一样会有针灸的酸胀感 一样有针感 那当它这个刃面 开始转动的时候 开始在上面做点刺切割的时候 它就瞬间变成手术刀 在松结这些 那个沾黏的筋膜或软组织 那常有那个记者朋友或学生问我说 老师你这个针刀 大概下面真的会把东西切断嘛 事实上它切不断 大家有撕过那个胶带的经验吧 那个胶带 如果你前面上面撕了一个小的口子 然后在撕的时候是不是很顺畅 针刀大概就起到这样的作用 根据统计 全世界有15亿人有慢性疼痛的困扰 其中又已监禁下背部最常见 台湾椎间盘突出 会被痛患者每年手术治疗有290万人 中医师提出小针刀扶针搭配西医治疗 判患者未来不用只能倚来开刀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无资犯犯 无资犯犯 无资犯犯犯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2年以下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上下独木舟操奖前进后退转弯 外富国小小朋友们划着独木舟 用眼睛观察水的颜色 闻水的味道 并在船上进行向万圣溪的礼禁活动 感受大自然洗礼 因为第一次体验 那划船的心情怎么样 没有很怕撞到 很怕那个割潜会坏掉 然后我们会翻船 一开始觉得水很渣 可是后来就是看着水很渣 最困难就是那个转弯的地方 而且还有撞到一点的时候 撞到一点 撞到一点 我们刚才还割潜 那开心吗 开心 每一届的毕业班来做设计的课程 那之前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那去年的疫情缓解之后 去年也帮我们的毕业生 办这样一个户外教育的体验活动 我们的学校的老师 陈岳和老师 傅美林老师 还有我们像小婷老师 以及我们教处 以及过去林江台主任 现在的乡村英主任 他们对这个毕业班的学生的学习 是投入很多的心力 那我们是希望给孩子 在毕业之前 他可以跟其他同学说 我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的体验 尤其现在户外教育是非常重要 怎么样让孩子在户外里面 学习到他怎么跟别人合作 怎么样去认识这个环境 怎么样甚至爱护环境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户外教育体验活动 华州是一个重点 那为了这个华州 来到万圣溪 进行这样的一个礼敬山林河川的活动 我们待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想要给孩子们去做一次 对这个山林的礼敬 那我们也会 例行现在环境永续 大家爱护地球这样的行动 来照顾我们的周遭环境 所以这个课程对学生来讲 我们是希望透过六年级 这样的一个户外教育活动 让孩子把平常课程所所学的 能够应用到他的生活当中 在城市中的小溪华州 仿佛进入世外桃园 孩子们兴奋不已 不同于教室课本知识 来到户外 学习的是尊敬大自然实作经验 文山区万和里里长吴作荣 也带着志工们帮忙完成活动 盼小朋友们能在户外玩得开心 有安全 万和国小本身是非常 重视环境教育的一个学校 所以说我们后来 就一直延续了这个工作 那也希望这个让小朋友 能够多接触一些户外的这个活动 然后让他们增长一些见识 这个是在这个教堂里面 没办法这个吸收的 没办法收获的 所以说学校方面一直非常地 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希望这个小朋友 能够在成长的过程 能够获得更多的这个自然 环境的知识 那所以说万和国小是 这些师生是非常有福气的 老师带领着学生 步行到宝藏研码头 在岸上做水上滑舟课程 还有生态观察与文史导览 期盼给六年级生带来 不一样的学习体验 一起制造毕业前的珍贵回忆 记者文君台北报道 我爱你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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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长者与学生共组的 阿卡贝拉轻盈合唱团 演唱动人的歌曲 月亮代表我的心以及道香 悠扬的歌声充满整个空间 大同健康服务中心 与大同大学合作 开设地区关怀与生命实践课程 透过共组合唱团 促进轻盈交流 我觉得很棒 因为我看到年轻人 他们充满了活力 这个是我没有的 那跟他们接触以后 产生了我的动力 那我有点期待就是 这个能够延续 这个活动能够继续的延续 然后融入我们的社区 变年轻了 而且在沟通方面 我也觉得我们彼此 会有一些协调 会从兴趣方面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兴趣 那培养了共同的话题 这个话题很重要 彼此的交谈 还有我们也做肢体的互动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他们的学习精神 很值得我们效仿 因为就是唱歌这种东西 有些人会觉得自己唱得不好听 就不敢唱 可是就是大哥大姐 他们就是老师说什么就唱 然后就算唱不好 他们还是会努力的去学 就是不会害怕这样 对对所以 我觉得有他们反而 我们学的会比较快 第一堂课的时候 有一起互动 就是互相讲对方最 最什么 这不是做过最勇敢的事情吗 对然后就稍微沟通一下 稍微聊天很好玩 然后跟大哥大姐一起上课 我觉得很开心 这些年轻人比我儿子 我有两个儿子 他们比我儿子都还小很多 跟他们比起来可能都还差个十几岁 不过我觉得他们算是相当相当不错 他们基本上 我在很多地方 不是说很多地方 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 不喜欢跟老人家相处的 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情况 我觉得他们基本上是非常友善 可以说用英文来讲就是 very friendly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蛮好的 阿卡贝拉是以无伴奏的方式进行合唱 在没有乐器的伴奏下 團员必须打开耳朵 聆听彼此的声音 在不断的练习下 让歌唱跨越年龄展现丰富美声 因为原本会觉得是说 大家可能会有可能节奏上 会比较跟不上问题 可是其实发现 其实跟比较年长的 奖伴一起唱的时候 会有一个很棒的是 他们会蛮回家会蛮愿意练习 就是每次来的时候 会听得到说下次 节奏上又有进步 然后每次跟得上都会跟得上 就是听感上是会觉得 其实越唱越来越好 然后其实在 就跟阿卡贝拉一样 就是在练习唱这个时候 其实就是每一个声部 共同之间的协调性 那彼此有没有打开耳朵去听 彼此声部之间的平衡 那大家彼此在唱主唱的时候 每个人听感上是有出来的 所以其实在一个 我要换你唱主唱 OK 然后现在又换我唱baking 这个过程中 其实就是互相配合 跟合作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NEO本身也是做节奏 所以在打节奏的时候 这个合作的过程中 我自己本身也会很有感 就是其实在协调性上 跟一起在做这件事情上 他们其实不会到说 会比较缓慢的开始 反而是他们会透过更多的练习 来让就是 虽然年龄层会比较广泛 但是合作起来上 其实是舒服的 其实我觉得唱歌是 对人来说 是最轻便的一个乐器 然后不论年纪 男女老少 大家都是 只要有办法发出声音 他都可以唱歌 那阿卡贝拉相对 有点难 但又比较简单 就是它是一群人 可以聚在一起合唱 那我觉得 对于长辈来说 会是一个蛮难得的体验 可以这么多人同时一起唱歌 然后去挑战唱不同的声部 包括我觉得 其实对有一定年纪的人来说 唱歌是一件体力活 对 那他们可以透过这些歌唱的训练 包括我们有做一些发声呼吸 然后都去让自己的身体 可以更加的去收支每一块肌肉部分的运用 我觉得其实算是一种运动 我一开始很担心 然后会觉得 大家好像很需要帮忙 但我大概到第二堂第三堂的时候 发现我如果把他们打散 因为一开始就是你知道 大家刚认识会有点陌生不熟 那长辈都是自己做一圈圈 然后同学们自己做一圈圈 但我发现啊 当我把他们放在那里的时候 他们竟然自主的开始互相帮忙 大同健康服务中心希望用歌唱的方式 帮助长者训练记忆力 强化肺部功能 并且延缓失能的发声 112年9到11月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与大同大学台北互理健康大学 共同办理了奥卡贝拉 亲吟合唱团 提供更多的社交活动 与学习的机会 帮助长者保持社交联系与参与感 增加身体的活动量 和认知刺激 运用歌唱的方式 帮助长者记忆力训练 口腔吞咽功能训练 强化肺部功能 达到延缓老化 及预防失能的目的 在学生的部分 提升对老化的认知 与促进正向对待长者的态度 反转年轻世代 对长者的刻板印象 建立关怀的能力 以及涵养服务医院 透过亲吟合唱 不仅打破年龄的隔阂 增进长者与年轻人的互动 也用歌声丰富彼此的生活 高临有三在大同 公益大使莎莎坐在轮椅上滑下缓坡 就让她吓得娃娃大叫 接着还得跨越障碍物 将轮椅倒车 或是经过凹凸不平的路面 每一项关卡都是轮椅族 在路上毕竟的挑战 平常我走路觉得真的是小山坡 但当你坐上轮椅之后 那是一个大山丘 就是你过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想要助跑 再往前冲的感觉 但又觉得好像力气太大 而且我刚才微微往后助跑 也过不去 太难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 有时候适时的伸出手 真的可以帮助到他们很多 像刚刚我真的过不去 小帮手帮我推了一下 我就过去了 所以真的需要大家的帮忙 除了坐上轮椅 体验轮椅足的不便 莎莎也戴上眼罩 感受眼前的黑暗 同时在精神疾病经验者的 真实告白文字中 认识在社会中的各种需求 我觉得轮椅跟那个视障 那一部分都很可怕 你会有一种觉得 怎么办 我现在要去哪里 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身体 明明就是平常我很OK 但我都没办法了 好难喔 然后当眼睛全部被蒙起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旁边声音好清楚 一点点小小声音 你就会觉得 什么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都很值得 大家来体验一下 然后感受到身上朋友 需要帮忙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常常我们都会呼吁 大家一起来做爱心 但我觉得这个想法 可以稍微改变一下 我觉得这是所有生活在台湾 这片土地上面的人 应该想要我的福利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这个为什么要这样 那个为什么要这样 但当你来到我们这边 好好体验之后 你就发现 那对他们来说 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在 有时候你要亲身体验才知道 这是大家所需要的 不要觉得 这是特别为了别人做什么事情 为了让民众了解 无障碍 及友向环境的重要性 伊甸基金会 举办第十届 无障碍生活节 展览内容 包含十年回顾 障碍体验关卡 以及舞台表演等 呈现社会多元需求及样貌 伊甸基金会 办无障碍生活节 已经十年了 十年来讲 其实是延续伊甸 一直在声障议题的倡议性 只是以前的形态跟现在的形态 有点不一样 但是我们希望说 很多人看着所谓的 声音障碍者或者弱势者的时候 不要用可怜人而看 而是应该用一个平权 人权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以至于对他们来讲 会有更多的尊重 跟更多的帮助 十一住行来讲 生活上其实都会有些障碍 但是障碍必须要体会去看 那我们今天在捷运这站来做 其实我们当时就讲的是个行动的 不准无障碍 行动无障碍是也比较是外显的 比较容易被看见 其实我们也去过一些国外 其实台湾的声音障碍者 其实在出现率比一般国外还高 其实是应该说 台湾的无障碍环境是越来越好 就包括我刚刚说 因为台湾的捷运不是这么早盖 1996年才开始 1996年开始来讲 在设计的时候 伊甸基金会就 以身障人权的角度有介入这件事情 以至于整个的捷运网起来之后 声音障碍者变成搭乘就变得很方便 这是这样 那平常来讲 日常来讲 当然也还是有很多的障碍 但这个就必须要大家能够 细相体会 互相来的帮助 伊甸基金会第十届无障碍生活节 即日起至11月19日 在捷运大安森林公园 站阳光大厅盛大展出 除了有障碍体验 无障碍检测 让民众切身感受 也有伸障职人带来手作及摊尾市集 邀请民众一同来体验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清权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国家服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清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清权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广东看! 怪手机具伸长掉闭 利用大钢崖破坏建物四楼 一旁的水车持续涉水 减少凡尘飘散 爱意路旧制品场上周发生楼板坍塌 造成三辆机车受损 政府要求屋主限期拆除 这几天工程人员忙着搭营架做好 防護措施也申請入泉 在前置作業完成之後 拆除廠商 從21號開始展開拆除作業 預估經費大約要400萬元 因為之前天氣驟變 然後造成樓板的勤毀 然後坍塌下來 那經查他是大概民國46年 取得建築許可的執照 然後是一個合法建築物 那目前經過我們的 獨木祭司公會派員來鑑定 他是因為柱邊可能因為滲水的問題 造成樓板的塌陷 那結構安全可能有餘 然後可能依照建築物法第81條 認定有勤壞 腿壞的影響公共安全疑慮 所以我們強制拆除 那目前這個拆除費用 大概是400萬左右 我們是依照81條強制拆除 我們也會通知屋主 依照建築物法相關規定拆除 那希望是屋主可以跟 呃 拆除廠商自行協調 那如果協調不成的話 我們會動用市府的預備金 去做緊急拆除跟付款的動作 後續會依照相關規定 跟屋主追討相關的費用 看到舊製品廠拆除同時 一旁曾經在十多年前 陳柱大樓當店面的攤販 也回憶當年生意相當好 他那很久了 從我們從那邊搬過來已經12年了 對啊 那個因為我們那時候 就是它裡面有個石頭掉下來 所以我們才不能出 然後就移過來 那它已經12年了 應該要處理了 如今舊的製品廠 經過歲月的洗禮 剩下的是微老建築 市政府估計大樓採除工程 預計在一個月內採除完畢 記者黃紹明記錄報導 推動六堵工業區立體化 市長謝國良和工業區廠商 事案府公務處多發處 產發處等主管和業者 面對面溝通 因為立體化一定是可以增加 更多的容積面積 也是增加更多就業的伯二法門 但是目前這些工廠 或者是這些廠房 他們有沒有意願立體化 政府要如何來協助 或者立體化後 如何能創造出更多的雙贏 這一點則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傾聽業者的聲音 也要一個案件 一個案件來協助輔導 總之立體化一定是六堵工業區 能夠創造比現在更多一波的 就業機會的最重要的一個方法 座談會中提到立體化方案獎勵的項目 繳納回饋金 能源管理等方式 市長謝國良強調上任之後 積極打造友善的投資環境 希望能夠簡化繁瑣的行政程序 針對工業區立體化的部分 那工業區立體化其實我們也很期待 透過這個立體化能夠當於基隆的產業用地 能夠增加 能夠增加 種地增加自然就有就業的機會 能夠留在基隆 所以這個是我們一直積極來目的 所以如果後續針對這個立體化的部分 在機制上 我想我一定做一些突破 我最近還是有碰到一些好朋友 你們基隆開發生平程序很慢 然後我說你是聽到是什麼時候的事 他說好久之前 我說現在絕對不一樣 道輪工業區相對比較穩定 面積空間也已經利用的相當的多 現在六堵還有很多的潛力 那再加上捷運未來的開發 我們在這個有一個原來的亞太藝術園區 這個兩公頃的相關的土地 我們也請行政院未來給我們一些協助 打造出更多的空間出來 所以六的公園區未來仍然有很大的潛力 我們要好好的努力 謝國良強調 未來將持續前往工業區 拜訪廠商 兩個月舉辦一次座談會 藉此加強雙向的溝通交流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一二年級學生的混合英語表演 融入聖誕佳姐歌曲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鈺 和市議員張耿輝也主動加入 學生們的表演一起同歡樂 歲末年終聖誕佳節位在七瀆區有銳 全校各年級總共只有63位學生的 復興國校特別舉辦期末成果展 在校長和老師們協助下 各年級學生展現平日學習跳舞 詩詞以及台語英語和客家語等 各項教學的成果 包括市議員張耿輝 曾宜芳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鈺 以及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偉秘書楊文和 和其他學校校長等人 也專程到場觀賞學生們的成果表演 也關心學校的各項軟硬體教育發展 讓校長 家長會長以及學生 自治市長都很歡迎及感謝 我想基礎建設好了之後 孩子在這邊讀書 學習一定很開心 但是我們今年的學業成績 我們的零業學習成績也非常不錯 最新十月份出來的全市成績 我們幾乎是在金融四十所學校裡面的 前段班 是不是給我們的孩子跟老師一點掌聲 在這邊我想我們的家長跟學校一起努力 我們孩子的成功 孩子的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 95%就已經成功了 接下來我們將繼續 夫妻國小的師生跟校長 繼續為孩子提供更優質友善的校流環境 也希望家長一起呢 跟我們融入這個大家庭 萬一各位有空有需求有活動 就可以到學校來跟我們一起好不好 好 其中市議員張耿輝更精心打扮成聖誕老公公 和孩子們互動 請孩子們猜猜看他是誰 猜中有獎 也現場發送糖果給孩子及家長們 而在所有學生當中 也有兩位外籍學生 一起參加成果表演相當搶眼 學生家長也踴躍到學校參加這場活動 並且用手機 開心地記錄孩子們的優異表現 全體師生也用成果展向外界展示 負心國小小而美小而優的一面 記者吳俊松 從餐廳裡面的大玻璃窗 看著窗外片片雪花飄落 對於用餐的客人來說 難掩心中的喜悅和悸動 而從戶外學景區 望著餐廳裡面用餐的客人 也讓人想要進入溫馨的餐廳裡面 一窺究竟 連來這裡用餐的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也被這美麗的雪景給征服 其實這不是真的雪花 而是餐廳老闆和主廚的創意 不定時利用泡沫機製造的人工雪景 這美感就比較好 那他不只學了廚房的烹飪 烘焙 他還學插花 這樣對擺盤上的設計 那天生美感 從小美感就比較好 所以他這些布置都是他自己 當然還有他這些年來的 我們這些年來的經驗 然後再加上常常我們會去日本取經 會出國去取經 包括食物的 包括人家的裝潢 包括菜單的設計的風格 我們會常常去看 那回來再用自己的想法 那當然也要趨就於現有的材料的取得 因為畢竟不同的國度材料取得不一樣 所以我們這一間 我們大概花 我們從去年的二三月開始做整修裝潢 一直到九月以後才開幕 我們花了大概七個月的時間做整理 才整理出這樣的樣子 我們剛開始來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基隆的多餘 潮濕 房屋礦其實本身不是很好 那我們光在做修散的部分 大概前四個月在做修散 後三個月在做裝潢 這些美感巧思布置 也展現在餐廳吧台以及外場座位區 更打造星空廁所讓客人驚豔 曾經擔任過科技業的經理 因緣際會又投入在台北百貨公司 經營餐飲業 又因為遇到三年的新冠疫情 不忍員工失業 慘焙艱難的硬挺過來 最後只能離開曾經輝煌又傷心的台北 機緣落腳在基隆 俗稱小北投的一六路上 租下老屋再活化 開設這間日式洋食餐廳 主打蛋包飯 義大利麵 以及焗烤類主食 一年來除了用心營造餐廳氣氛 也提供好吃平價的餐點 讓客人流連忘返 樂意再當回頭客 疫情期間 治安期間 其實我們也認識我們很多的同業朋友 其實都已經蠻多人倒了 那我們感觸很深 可是在這段疫情期間 我們收到很多朋友的幫忙 包括好比說我們不能內用 那我們怎麼辦 那員工還是要工作 我們也沒有放員工無薪假 那怎麼辦 讓員工有個出路 所以那時候我們開始做 好比說我們舉個例 好比我們做 那時候開始推料理包 然後一開始忽然做的 我們又沒有全面的規劃 因為是忽然性來的 那時候搞出朋友 我們開始做料理包 那朋友就幫我們傳朋友 那朋友在介紹朋友 甚至有不認識的朋友的朋友 那每天幫我們推銷 那時候剛好那段時間 遇到超商人動宅配不送 那我就每天自己開著車到處送 那有人會說你這樣好辛苦 我說不會一點都不辛苦 因為至少我還有東西可以送 員工有事情可以做 那我們一直抱著很感恩的心 就說至少我們現在還有一家店可以開 我們還有一個工作可以做 我覺得都很開心的一件事情 而來過一次 就還想再來推薦這家餐廳的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就非常肯定老闆活化老屋再利用 開設主題餐廳的用心和創意 老闆非常親切 而且這個是一間老舊的一個名宅 活化 就是這位老闆他是住在台北 針對這個老舊名宅 他把它活化變得非常一個 應該是說非常有一個主題 那包括他餐點是這個義大利麵 還有這個焗烤 還有這個蛋包飯 我覺得這個東西不但好吃 主要是他非常特色 而且非常的評價 那我一向以來就是我覺得 基隆有很多的美好 我都希望把它就是行銷出去 讓我們外縣市 包括我們在地的鄉親 能夠了解說基隆的美好 那我也是藉由今天這個 就是1632這家主題咖啡廳 也告訴我們基隆的鄉親 其實我們基隆算是一個老舊城市 有很多的老舊名宅 那老舊名宅怎麼樣讓它活化 變成我們基隆的一個所謂的一個特色 我覺得這個是未來 我覺得基隆可以朝這個方向去做 餐廳裡面還有一個彩蛋 就是有一台小型扭蛋機 這是為了鼓勵客人 帶著小朋友來這裡用餐時 可以把飯菜吃光光 就可以扭蛋一次作為獎勵 這也是老闆小小的心願 而在老闆用心經營下 口耳相傳而來的客人也越來越多 老闆歡迎大家要來餐廳前 先預約以免撲空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鈞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下期見 大家下期見 营养化碳终结者NACO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同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NACO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泽泽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重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证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能够讲提醒您 无外是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能够讲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龙拥热 内政部警政组关心您